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焦點觀點PLUS 這是我們推出的一個全新單元 叫做商業觀點 主要會跟大家一起來聊聊 每個企業或是商業故事背後的商業關鍵字 我是焦點的夥伴Yoyo 坐在我旁邊的是焦點的創辦人阿楓 嗨大家好我是阿楓 最近新冠疫情大爆發 全球的商業活動跟經濟結構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但是大家一定很常聽見一個詞就是紓困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商業關鍵字就是紓困 紓困其實是一個口語化的術語 英文是build out 可以想像一艘船在海上破洞進水了 而紓困最初的原因就是要把船裡面的進水往外咬的意思 而它在2008年金融海嘯以後才開始被廣泛的使用 那時候為了避免一個國家或是企業免於破產 也為了防止金融危機持續的擴大而採取的手段跟計劃 這就叫做紓困 沒錯再簡單一點來說紓困就是為了要緩解金融危機的方法 像是過去台灣發放的消費券 當時候因為景氣不好 國家整體的經濟都在減縮 政府就決定發放給每一個人3600元等值的消費券來刺激民眾消費 這就是一種紓困的措施 而今年新冠肺炎影響產業的程度已經超過2008年的金融海嘯太多了 所以可以看到各國政府都趕緊寄出各種大規模的紓困措施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統計 截至4月7日全球緊急措施金額已經超過4.5兆美元 而且這數字還在持續往上攀升 那麼悠悠你知道哪些國家的紓困總額金額是最多的嗎 我猜應該是美國 而他們目前所採取的紓困政策總金額已經高達了2.2兆美元 規模非常的龐大 甚至已經將近是世界總額的一半了 不過美國將很大的比例的紓困預算是用在個人失業補助金上 也被認為是變相的鼓勵企業裁員 那對於這樣的做法 阿楓你個人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種直接發錢的方式是人民最有感的 但也是最多國家採取的紓困措施 就有經濟學家統計 4月初已經有133個國家針對新冠疫情提出紓困方案 在這133個國家裡面 至少有87個國家選擇現金發放 來協助民眾渡過難關 而發放的總金額也佔了整體紓困預算的三分之一喔 不過這樣也會帶來風險 政府為了有現金可以發放 往往只能選擇 加印鈔票 會讓市場上流通的鈔票變多 就會導致 幣值下降 通貨膨脹 因此紓困金該如何發放 發多少都會成為決策的重點 而台灣最近也因為要不要發放消費券 而引發熱烈討論 甚至拿日本的10萬日幣 美國的1200美元的紓困金額來做比較 但發放現金其實只是紓困的其中一種方式 在面對嚴重的經濟衝擊下 各國政府一定也會執行其他的政策 在個人的部分 我知道為了因應疫情影響的失業狀況 政府就有特別針對 進修課程費用進行補貼 鼓勵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這段時間 充電進修 所以如果你剛好有碰到類似的情況 若是能夠妥善的規劃 善用這段時間充實能力的話 能夠為趨緩的疫情預備下一個階段的道路 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 我們剛剛談的都是個人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聊聊企業的紓困 政府其實透過各種方式要替企業節省支出 或是獲取資金降低老闆們的壓力 像是英國就提供薪資補貼 幫老闆發薪水 而德國則是提供中小企業主 單比最高80萬歐元的全額貸款擔保 讓企業主不用擔心銀行會因為 害怕公司倒閉的風險而不願意借貸 台灣同樣有提供優惠利率的紓困貸款 還有薪資補貼要幫公司發薪水 給員工 各部會也都有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而推出更符合需求的政策 像是交通部所協助的產業 大多都是第一波就受到疫情影響的業者 像是航空業、觀光業、運輸業等等 所謂本資紓困 交通部就針對這些產業有所應對 像是提供航空業、運輸業者 各項營業費用補貼和稅額補貼 觀光業也有停團補貼等等的方案 此外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 不只能領到薪資補貼 更有協助培訓的措施喔 那又有你知道還有哪些比較特別的紓困措施嗎? 我有查到勞動部除了前面提到的 直接發放現金以外 和提供充電訓練課程的補貼 其實還有很特別的就是 安心及時上工的計劃 會由政府提供即時的工作 光是第一波其實他就釋出了 一萬多個打工的機會 那這些的工作保障 每一個小時有158元的工作津貼 每個月最高可以有80個工作小時數 最多可以領到一萬兩千六百四十元 哇!我們很熟悉的經濟部 也提供了貸款、薪資補助以外 也編列補助款 鼓勵中小型企業製造業研發創新的服務 或者是產品 甚至是設立產品主題館以拓展商機 而對服務業的業者也是補助 進行商圈優化或舉辦行銷活動 並以抵用券吸引買氣增加收入 除了以上的三個部會 還有文化部、農委會、圓民會等其他政府部會 同樣也有提出紓困方案喔! 那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有關於紓困的措施以及內容 才知道其實政府為了要快速的能夠緩解人民遇到的困難 真的是想方設法的要來幫助大家渡過難關 沒錯! 所以螢幕前的你如果對於振興方案有需求的話 可以到行政院1988紓困振興網站查詢 也可以加入焦點觀點PLUD社團 或是私訊我們的粉絲團小編 填頭你的基本資料 會有焦點的諮詢夥伴為您服務喔! 那當然也歡迎若是你在新創、商業等 有進一步想要了解的內容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最後也請大家記得按照我們的粉絲專頁 訂閱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才播漏掉我們的新影片喔! 相關觀點我們下回見! 掰掰!